有关这立法院里里外外的冲突情形 我们还有记者的持续守候在现场 稍后还会继续提供给大家更新的报道 也请您持续锁定 再来关心社会消息 这真的是社会角落的悲歌 苗栗县三亿乡的一处民宅 今天清晨发生了火警 结果造成夫妻两个人一死一伤 一对子女及时逃生 起火原因一查 疑似是因为这一家人缴不出电费 被断电了两个月 昨天晚上他们点蜡烛不慎倾倒 引发了火灾 死亡的正姓妇人 三十年前就因为火灾 失去了母亲跟姐姐 自己也被火纹身 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 又是一场无情火 夺走了她的性命 消防人员不随限进到民宅灌旧 屋内有人受困 红杏主人倒卧在三楼的神明厅 被救下送医 男子身上被浓烟熏黑 手部二路灼伤救回一命 但太太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间 被发现已经烧得焦黑 监视器画面中看到 凌晨一点多 邻居发现红杏住家起火 接着就看到了一对儿女 穿着单薄的睡衣逃出来 只喊着爸爸妈妈还在屋内 你跟弟弟自己出来啊 对 那时候爸爸妈妈在哪里 蜡烛掉下来 啊 蜡烛 你怎么知道说蜡烛掉下来 因为我想来的时候 蜡烛掉得下来 十一岁的姐姐说 被浓烟呛醒时看到蜡烛倒了 八岁的弟弟牵着眼力弱势的姐姐 跑下楼及时逃生 原来红杏夫妻两人工作不稳 搅不出电费 两个星期前被断电 晚上都点上两根蜡烛 疑似蜡烛倾斜 引起火灾 没钱搅电费 点蜡烛酿悲剧 让人畏之鼻酸 邻居帮姐弟俩 天上外套保暖 浑然不知母亲已经命丧火枯 死亡的正姓母亲 三十年前就惨遭祝容 夺走了母亲和姐姐的性命之外 她也被火纹身成了伤残人士 三十年后又是一场火警 夺走了她的性命